其实这刮刮乐乐买器从元旦开卖之后就一直很旺 在嘉宜的佩天公妈祖庙附近有两间彩券行 一个礼拜之内刮出了两张百万彩券 老板就说中大奖两位其实都是常客 一位呢他是买了六千块钱就刮中大奖 而另外位是大手笔一次花了三万块他买走一整本 不到半小时就跑回店里说自己刮中了百万元 同时他还包了六千块的红包要酬泻在彩券行里头 供奉的申命 刮刮乐买器越来越旺 尤其嘉宜菩子妈祖庙旁这两间彩券行 一个礼拜内连续刮出两张百万刮刮乐 附近民众听到简直乐翻天 民众心冲冲跑来彩券行都想碰碰运气 彩券行门口贴着重大奖的刮刮乐影本 让民众摸摸珍喜气 而且两位刮中一百万大奖的都是老顾客 两家彩刮行相隔一条街 距离百米缺得瓜重一百万大奖 自从这位老板娘透露 因为店里供奉一尊土地公 瓜重一百万前一天 土地公的帽子还突然要动 影片中土地公帽子突然抖动 老板娘认为就是神明显灵 隔天就刮中大奖 中奖的民众也当场包六千元红包 要老板娘帮忙买贡品谢神 农了一年大家都想新年发大财 年轻连续刮出大奖 估计又会再度掀起刮刮乐风潮 记者和顾文家的报道